哈喽大家好,我是露露游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哎呀天哪,距离上一次我传视频好像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超级怀念作为一个up主的身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三月四月份的爱用品 对,之前我觉得我视频里面废话其实太多了,你知道吗 经常什么十分钟的视频我其实录了两个小时 然后剪很多很多废话全部都剪掉 我想要,因为现在比较忙嘛 所以我就想要少花点时间在剪辑上 所以,对,就想要少说点废话 切入重点,严谨一干 虽然刚刚这些一点时间已经又多说了很长时间 哎,我今天后面的花是不是超漂亮 首先呢我想要讲一下护肤类啊,女孩子用的东西吧 上次我不是介绍了那个Rituals的泡泡浴吗 我现在真的变成Rituals家的粉丝 然后我又买了一些他们家的东西 就是最好用的东西 就是这个,沐浴油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身体有一些地方就特别的干 然后我就想要买一些比较滋润的沐浴液 贵姐就推荐了这个 这个超级神奇,因为它挤在手上是油 看到没,是这种可以滴下来的油 拿水搓一搓啊,就变成泡沫了,而且是超级棉的泡沫 特别特别滋润 不像一般的洗澡液,你涂上去就感觉挺滋润的 但是冲掉了以后就变好干啊 这个就不会,但是真的好好用啊 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回购过一次的一个洗面奶 我很讨厌洗面奶,洗完了以后反而让我皮肤觉得干的产品 我没有那么追求说一定要卸妆啊,特别干净 因为我觉得我还会在用化妆水二次清洁为时神差 就在whole food随便逛的时候买了一瓶洗面奶 好像是德国的品牌,是这个牌子 叫Walita 它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gentle 完全不会像洗面奶 你涂上去感觉好像是护肤书一样 根本不像洗面奶,就像一个润肤书 它起泡也不是很强 我不是特别追求那种起泡 其实很多的洗面奶 就是一个很温和的感觉 价格也不是很贵 我个人感觉呢,它是让我觉得洗脸完全没有干涩的感觉 而且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洗的也蛮干净 然后呢是一个去角质类产 Kate Somerville的Exfoliating Treatment 说是它是既有物理去角质 就是有一种颗粒状的那种磨砂的那种感觉 又有化学去角质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enzyme 就是有一种霉 可以把你的脏的东西去腐蚀掉或者吃掉 这还蛮神奇的对不对 当时我买的时候就想说诶试试看 是有这么神奇吗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超级不习惯的 因为它涂在脸上你放个三十秒的时间 你会觉得有那种刺痛刺痒的感 这一点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另外呢就是它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敏感性的肌肤 因为它就是会给你那种痒痒刺刺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有点懒的涂清洁面膜 然后洗清洁面膜 然后又希望可以去粉刺去角质的话 你可以用用看这个产品 它就是可以花很短的时间做一个清洁面膜 我要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才能完成的工作 而且做得很好 我不是短暂回了一下国吗 所以就小小的淘宝了一下 OMG我跟你们讲 我觉得淘宝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都不太敢去真的开 就是打开淘宝的页面 我这种选择恐惧症的人来说 就是不能轻易的开淘宝 那我这次回国呢就买了几样东西 觉得还蛮可以分享给大家 而且正好可以造福B站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首先就是这个耳环 哎有没有超好看的 因为我就是很迷日系的各种东西嘛 日系杂志上现在就是很流行这种复古的耳环 然后在美国又买不到啊 我就在淘宝上搜 然后就搜到了一家巨可爱的店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样可爱的复古的耳环 还有些日系的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然后我会把那个淘宝的店纸带在这里 我知道自己已经要工作了 然后一把年纪的也会经常带 但是就是 太可爱了 我还在他们店里买了其他两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鲨鱼夹 就是之前不是校园女孩非常火的时候吗 然后那个石人李美在里面就有各种各样子很好看的鲨鱼夹 然后那家店里面也有很多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旧的一个托盘 你看它做的好像很复古很旧很vintage 但其实它是一个塑料的托盘 然后你在上面放上东西啊就超级可爱的 而且这家店我很喜欢 反正推荐给大家 我在淘宝上还买了一个去毛球机 这个是就是很便宜的 飞科的 均说就是一些什么菲利普啊什么的就更好用 这样子一个机器 你可以拿这个东西 这个头来在毛衣上面滚 可以把你那些起的毛球给去掉 你的毛衣就变得焕然一些 这样东西的存在 我觉得就很神奇 有没有 有两点要注意的 首先它上面里面的刀片 你是要经常换的 因为它过一段时间就会炖掉 所以你除了买这个机器 还要买一些备用的刀片 另外一点呢 就是你不能太用力的 摁在那个毛衣上面刮 因为我就是太用力的摁在毛衣上刮 然后把我一件毛衣给刮破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它的存在 然后可以到淘宝上买 还有一样淘宝的 我在淘宝上买的东西 就是一个 叫什么 就是一个充电线 充电线 数据线收纳包 对数据线收纳包 以前没有这个数据线收纳包的时候呢 我就是把数据线全部都塞在这个包里面 你知道就是乱乱的 然后找也找不到哪一个是哪一个 但是这个数据线收纳包呢 就让我所有的数据线放在里面一目了然 大家看 哇是不是 然后它好几层 然后不同的隔层 然后可以放不同大小的 这种3G类产品的那种配件啊 然后非常非常的干净 一目了然 特别适合处女做 虽然我不是处女做的啊 非常非常非常适合 像我这种对收纳友谊执念的人 真的哦好棒啊 虽然它的外观我觉得有待改善 录可以做的更可爱啊 什么之类的话 就更好了 但显然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你要设计给宅男的 所以它的外观也是 就一般吧 但它的功能性真的是没话说 然后下面一个呢 我想推荐一个耳塞 对就是这个耳塞 这个耳塞品牌叫Eros 在美国的超市里买的 之前我用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耳塞 我最后觉得还是这种最传统的 这种3M的耳塞是最好用的 我发现这个品牌以后 我发现它的耳塞要比3M的更好用 比起3M来说更有弹性 而且可塑性更强 大家也知道嘛 这种耳塞就是你要先把它给揉揉揉揉 揉细了以后塞进去 然后再让它慢慢膨胀起来 然后充实你这个耳朵 3M的这个耳塞呢 你大概了不得就是把它弄得这么细吧 那这个呢就是你搓搓搓搓搓搓 它比3M的这个更细 你看 唯一的缺点的话就是 如果你用这个耳塞的话 非常可能听不到脑中 我就因此迟到过 anyway 非常推荐这个Eros这个牌子 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两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叫Get Out 中文叫什么 我也忘了 中文叫 《逃出绝命证》 这部电影呢主要是讲 一个黑人男友 跟他的白人女友回家里面 那个小镇看他的爸爸妈妈 黑人男友很担心自己黑人的身份 会被他的岳父岳母不接受 他女朋友就安慰他 说哦不会啊 我父母就不会有种种族歧视 这黑人到岳父岳母家里果然受到了很热情的欢迎 但是呢他们家里面有两个佣人 这两个人也是黑人 男朋友呢就觉得这两个黑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为什么他们的举止啊行动这么这么异类 不像一个普通黑人会做出来的行为 然后他就心生疑惑 然后结果呢就发现 这个家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的秘密 这个电影就是又有惊悚的元素 又有搞笑的元素 又有这种种族之间矛盾的元素 还有一些科幻反正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好看 这部电影里面就没有什么大咖啊之类的 但是在北美的票房就是爆掉 到电影院看的时候是看完了以后 大家全体鼓掌这样 第二部电影呢是201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妈妈 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是一部西班牙电影 他的女主角是就西班牙国宝籍的女演员 佩内洛普·克鲁兹 克鲁兹是一个单亲妈妈 他一个人抚养他的儿子 然后生活已经还蛮艰难了的情况下 他还被查出自己有乳腺癌 在对乳腺癌的抗争过程中啊 他还必须要保持自己很乐观的心态 不想影响到自己的儿子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自己也有一些感情的波动啊 还有包括他化疗 对自己身体的改变啊 各种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个过程 电影的中间的部分呢 他神奇的发现 做一个乳腺癌患者 他竟然又怀孕了 这个电影的节奏呢 就是还蛮慢的那种 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 看惯商业大片的人 可能并不会很喜欢这部电影 这部片子看完了以后 就觉得说哇 这种爱的力量 真的是超越生死 超越圣俗 超越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一个女人可以散发出来的力量 是如此的强大 好了 这就是今天非常严简 一概非常迅速的一个 三月份四月份的爱用品的视频 其实我还有很多的视频内容 拍了但是没有时间剪出来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还没有关注我B站 或者是YouTube的小伙伴 赶快就去关注 然后还有微信公众号 有的时候会更新一下文章 当然啦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随性的一个人 所以真的是不定期更新 那夏天到了 注意防晒多买点好看的衣服 迎接夏天的到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